嗨,大家好 你是否和我一样虽然有自己的节点或者机场节点 但每次都要逐个设备打开科学上网工具嫌太麻烦 又或者你家里除了电脑手机外 还有一些根本无法安装科学上网工具的设备 配置一个主路由器又嫌不够灵活 如果你恰好家里还有一个安装宽带上网的时候 运营商附送的机顶盒放在某处吃灰 那么恭喜你 通过这个视频 你将学会不花一分钱打造家庭 旁路由实现全家设备的无感科学上网 我将以我家里移动网络送的创为1900V22C电视盒为例 详细介绍如何刷入Armbian系统并安装SIMBOX软件 最后实现不花一分钱拥有全家无痕科学上网的方法 关于上网的机场节点或自建节点相关的知识 请大家自行研究 有无数大佬们都分享了非常详细的教程 这里就不啰嗦了 我以自己的自建节点为案例 节点使用基于X-Ray的XUI搭建 使用V-Less加Reality的协议 盒子里我使用SIMBOX作为软路由的客户端 因为它支持目前的绝大多数协议 兼容性极强 现在就请赶紧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点亮小铃铛 我们马上开始 1. 硬件准备 在动手前 你需要准备以下硬件 一台创为1900V 22C电视盒 我用的是杜比版 普通版也是一样 一个专用U盘 至少16G 因为Armbian不能刷入盒子固件 会变砖 所以只能使用U盘来运行 这样其实更好 因为你拔掉U盘启动 电视盒子立马就变回原来的看电视的盒子了 一台电脑 操作系统不限 Windows Mac 或Linux 2. 软件准备 我们需要先下载这些软件 Armbian的刷机包 刷机工具软件 这里我是用Belina Etcher SIMBOX 可以通过命令行安装 下载地址 我会留在下方的文案里 需要注意的是 在你的盒子没有安装配置完成之前 它自己是没有办法科学上网的 具体操作 我会在视频最后补充说明 3. 基础知识和动手能力 今天的视频需要你具备以下技能 知道如何设置家里的路由器 会通过搜索或AI工具解决小问题 好了 所有准备工作完成 我们进入刷机环节 首先 我们需要得到一个能启动Armbian系统的U盘 复制这个链接 打开Armbian刷机包下载的网址 在Tag里找到自己熟悉的Linux版本 因为我什么都不熟悉 所以就选Noble了 在Asset列表里找到自己盒子型号和芯片型号对应的包 我的是S905L3A 版本我选择这个6.1 目前的稳定版本 下载同名的这两个文件 下载到同一个文件夹里 然后复制这个地址 下载刷系统的工具 按照自己的电脑操作系统 选择下载Belina Etcher 我使用苹果电脑来演示 所以下载Mac版本的 其他的系统操作基本上都是一样 下载完成以后 按照提示安装即可 安装完成以后 把U盘插到电脑上 注意这个U盘将会被格式化 抹去所有数据 以后这个盘只能用来启动Armbian 所以尽量使用一个专用的U盘 接下来在电脑上启动Belina Etcher 选择Flash from File 找到刚才下载的那个Armbian 固件文件6.1版 打开它 选择要写入的U盘 注意不要选错了 看清楚 然后点Flash按钮 开始刷盘 等待刷写完成 过程大约会持续几分钟 如果中间卡住或者出错 请检查下载的文件尺寸 是否和网站上一致 如果下载文件没有问题 则有可能使U盘故障 可以考虑换一个U盘再试试 U盘刷好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设置电视盒子的启动了 在开机前 连接好盒子的网线 HDMI 电源 然后把U盘插在靠近电源的这个USB口上 开始在遥控器上 持续地按方向键右键 频率大约每秒三下 同时按下电源按钮 直到看到一个花瓶一闪 随后就是Armbian系统 启动的字符滚动画面了 记住这个盒子目前的IP地址 回到电脑端 启动终端程序 输入SSH命令远程连接盒子 这里的IP地址改成你的盒子的IP地址 输入YES 输入1,2,3,4回车 创建新的ROOT密码 再次输入确认 然后选择BASE命令风格 问你是否创建用户 按Ctrl加C跳过 以后都使用ROOT用户就可以了 完成这一步 系统就算安装完成了 配置静态IP 接下来我们首先要给盒子设定一个固定IP地址 免得每次开机都不知道它的IP地址是什么 这里我按照我自己家的网段 给它设定成192.168.10.110 如果你家的网段和我不一样 就按照你家的设置 让前三段和路由器一样就行 输入这条命令 查看网口的状态 记住网口的这个连接名 逐航输入这五条命令 注意把连接名换成你刚才看到那个 IP地址 按照你盒子的实际地址改写 接下来我们要启动盒子的IP转发功能 输入这条命令 接下来我们安装SIMBOX 依次执行下面这四条命令 如果安装失败 有可能是因为盒子没有科学上网环境造成的 这时候需要先自行搭建一个临时的HTTP代理 比如手机小火箭的HTTP代理共享 具体如何操作 在视频最后再做补充 这里先继续完成安装 接下来我们配置SIMBOX 我们使用SIMBOX的TUNEAL模式 实现流量分配转发 首先创建配置文件到这个目录下 输入这条命令 会进入文本编辑模式 粘贴你节点的配置文件 按Ctrl加O然后回车保存 然后按Ctrl加X退出编辑模式 这条命令可以查看SIMBOX版本号和其他信息 这条命令用来检测配置文件是否有错误 没有反馈表示文件没有问题 用这个命令运行SIMBOX并加载配置文件 可以看到SIMBOX启动成功 刷屏是SIMBOX的日志显示信息 尝试把电脑的网关设置成盒子的IP地址 DNS设置成外网地址例如8.8.8.8 尝试访问一下谷歌 发现是可以访问的 说明配置没有问题 现在还是使用SIMBOX的RUN参数 加载配置文件的方式启动服务 如果要让SIMBOX服务成为系统服务 开机自动启动的话 按照一下步骤 按Ctrl加C退出SIMBOX服务 复制粘贴下面命令 来编辑系统配置文件 找到这一行命令 确定IP转发是自动开启的 如果没有则添加这一行 按Ctrl加O回车保存 按Ctrl加X退出编辑 复制下面的命令 创建SIMBOX服务文件 把下面内容复制粘贴进去 按Ctrl加O回车保存 按Ctrl加X退出编辑 用下面的命令 让服务开机自动启动 用下面的命令 让服务立即启动 下面介绍一下常用的几条命令 用这条命令让SIMBOX服务停止 用这条命令让SIMBOX服务启动 用这条命令让SIMBOX服务重启 用这条命令查看SIMBOX服务状态 用这个命令查看SIMBOX的日志 至此SIMBOX的透明代理设置完成 你的盒子已经成为一个旁路由了 你可以把设备的网关地址 设置成盒子的IP地址 实现无痕科学上网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 想让家里的设备 全部实现无痕科学上网 可以继续下面对路由器的设置 配置家庭网络DHCP网关 登陆你的路由器的后台 找到DHCP设置 把其中的网关设置为盒子的IP地址 并将DNS指定为一个外网地址8.8.8.8 也可添加一个盒子的IP地址做备用 设置好以后 重启路由器 至此 全家实现无痕科学上网了 补充说明 如何复制文件到盒子 前面提到盒子在没有科学上网环境之前 下载SIMBOX可能会出错 那么你可以手动先下载压缩包 然后通过带有FTP功能的SSH客户端软件 将文件上传到盒子的指定文件夹里 我是用Mac版的Terminus 在Terminus的界面上方选择SFTP 即可添加一个已有的服务器 也就是盒子的地址 将下载好的SIMBOX文件 传到根目录即可 然后通过这条命令安装它 你也可以用手机小火箭 临时打开HTTP代理 先搭建一个科学环境 记住代理的地址和端口号 然后执行这几行命令 替换成你的代理IP地址和端口号 用下面这条命令 验证是否代理成功 有返回HTTP版本号和200表示 能访问SIMBOX的下载地址了 这样你可以直接用 命令行安装SIMBOX 好的 现在我们成功用垃圾盒子 打造了一个基于SIMBOX的 家庭旁路由 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希望能帮你解决 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不定期更新一些 科学生活经验 感谢看完 再见